今天6月29日上午,荣耀手机官方宣布启动新一轮的老款手机,按照8.0系统升级计划,6月30日,将向荣耀8,荣耀V8,荣耀Note8,荣耀创网6X, 4.0 2016年发布的老机型推送AMILI 8.0在Android 8.0系统体验版,限定2万名用户,7月底推送正式版,则开放全网络限量升级,荣耀手机官方强调,本次升级的是安卓8.0内核,这个难度和投入,都大大超过只有UI交互界面的升级, 据介绍,6月30日推送的体验版本更新,需要用户进入手机应用会员服务,服务,升级常先进行手动升级,限定2万名用户,满额后就不可手动升级, 在之后的正式版升级中,所有用户均可以选择会员服务,APP进行自助升级,也可以等待官方小红点推送,升级后的UIUI系统,能够智能调度CPU和内存资源, 基于应用优先及匹配资源使用需求,从而实现手机性能,与处理速度的显著提升,新增智慧视频, 稍后阅读,快捷子菜单等功能,在AI智慧学习,支付安全等方面也有所优化, 例如在智能视频功能中,用户仅仅是双值,按压文字,即可将内容智能拆成词语,并谈出餐厅,酒店,景点,电影等服务卡片, 关键词可快速联网搜索相关信息,即使卡片可制达服务, 稍后阅读功能,可以实现双值,按压文字将感兴趣,自微博,新闻等文章, 添加至稍后阅读卡片,以便随时阅读,半轮升级完成后, 荣耀旗下包括荣耀8,荣耀V8,荣耀Note8,荣耀畅瓦6X, 在那个十余款机型都加时,现了AMUI 8.0这规功能的搭载, 荣耀手机也将成为此款升级Android 8.0, 且覆盖机型最多的国产手机品牌, 此外,在荣耀手机今年发布的新品中, 荣耀92,荣耀畅玩7A,荣耀畅玩7C出场, 便搭载AMUI 8.0系统,荣耀学搭载AMUI 8.1系统, 荣耀Play 搜搭载AMUI 8.2系统,综合统计上述老机型, 荣耀手机旗下支持AMUI 8.0加Android 8.0的机型, 总计达到16款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 荣耀手机本轮升级的四款机型, 揭发布于2016年,为两年前发布的老机型升级最新的操作系统, 在产品快速以待的智能手机市场实属难得, 某些国际大厂甚至会通过系统更新放卖老款产品的速度, 一迫使消费者购买心机,然而,荣耀手机赤反其道而行之, 严控质量保证产品使用寿命,先与用户所想优化用户体验, 并不计成本为老款产品进行升级, 这种做法比只打广告的手法更形而有效, 也为荣耀赢得越来越多用户的口碑与认可。 据全球领先的环绿咨询公司, 被N发布的净推荐值NPS调研分析, 在智能手机行业,目前华文、荣耀和苹果手机并, 列第一,品牌净推荐值高达47%, 绿排名落后的品牌NPS高出44%。